在如今的世界上,众所周知,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,但是同时,美国也是最运气的,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,国家经济等方面都非常强大,再加上美国一直提倡美国优先,所以美国在一些决策上显得很是随意。 自从现任总统上任以来,多次退出重要的国际组织,只要组织影响到自己的利益,美国都会做出退群举动,悉数美国近年来退出的重要组织至少有10个,可谓是十分任性。 去近期俄罗斯媒体报道,形势一向延起了,俄罗斯也开始退群了,而且退出的还是国际组织欧洲委员会,俄罗斯是世界大国,在军事力量方面,甚至欧军全球第二,在欧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加入了欧洲委员会,对俄罗斯也是很重要的影响。 这次俄罗斯居然毅然决然的退群,但是俄罗斯和和美国不一样,不是一时冲动,没有那么任性,退群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。 并且这次退群还受到了国家重要官员的见头,是什么原因让俄罗斯毅然决然的选择退群? 其实主要原因不在俄罗斯,而是欧洲委员会的其他群友,和俄罗斯同在欧洲委员会的很多欧洲国家,对俄罗斯都花有敌意,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和美国穿一条裤子的,虽然说是在一个群。 但是对俄罗斯都有差别对待,俄罗斯在群里时常得不到应有权益,所以俄罗斯停止上缴会费,而欧洲委员会针对此事,还要给予俄罗斯一定处罚。 所以俄罗斯忍无可忍,效仿美国,也开始退群了,美国凭着自己强大的影响力,拉拢了很多欧洲国家做自己的梦友,从而组成一个联盟,这对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极为不利。 俄罗斯其实也不愿意和欧洲各国闹成这样,曾经俄罗斯还过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联合军演,但是这些国家都拒绝了,这次俄罗斯选择不再容忍,拒绝的退出,欧洲委员会,欧洲国家这下傻眼了。 因为对他们来说,这不一定是个好消息,俄罗斯的强硬态度,将会进一步造成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恶化。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强大,就算这些国家有美国的保护,但是毕竟中间还隔着俄罗斯,美国还是没有俄罗斯有优势的。 美俄退群对中国预好,同期,特朗普也在指示美国政府退出大量的国际组织。 短短两年间,美国已退出十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,甚至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重要机构,近期特朗普还要退出万国邮政组织,特朗普的考量是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, 安息商人思维,凡是短期无力个图,或者美国不能主导规则的组织,都应统统退出。 在国际上,中国的发展和势力,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推崇,美国退出的组织越多,中国获得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大,而俄罗斯退群的同时,更会加大于中国的合作力度。 这两国的退群,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